欢迎收听还在听我是容少爷 我是你们的老编 哇我觉得好难想象 我们这个玉女专题已经做到第四期了 这可能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个主题 对既然讲到庞大 我有点想来讲一下 为什么一开始 我想要做这个 就我们想要做这个玉女这个主题 其实我一直觉得 以这个台湾的这个流行音乐的市场来讲 我们讲说了玉女一直是一个门派 然后我觉得其实透过我们这个这几集 把这个玉女歌手这样子系统性的介绍下来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看到属于一个非主流的音乐历史的呈现 因为我觉得大家比较常在这个媒体上看到的 这个介绍台湾流行音乐历史的脉络 都是从你知道吗 明哥然后罗大佑李宗盛 然后抓狂哥林强 就是这一系列的路线走下来 我觉得都是比较以这个男性歌手为这个主要的出发点 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把一些在当年可能被大家比较 可能比较忽略 不能讲忽略他们其实市场成绩很好 但是所谓的这个主流的这个音乐史的这个讨论者 不太会拿来讨论的玉女歌手啊 我们做有系统的介绍 其实你会发现另外一种属于台湾流行音乐历史的一个脉络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没错 其实你摊开来看你看最早期的音霞走明歌 后来到了林慧平还有金瑞瑶他们开始走翻译歌 然后呢越来越有流行歌的感觉 90年代初期就百花齐放 越来越多种不同诉求的玉女歌手加入 到了中期之后就慢慢又转型 这些玉女就开始做一些创作路线了 直到我们现在要做的是90年代末期的这一几位 几个流派的玉女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了 对因为其实玉女这个头衔啊 到了90年代的这个晚期的时候 已经不太吃得开了 因为那个时候一个女歌手 如果她成名了 你基本上无论她一开始成名的路线是什么 你都会给她冠上一个小天后的头衔 甚至到了2000年之后呢 这个小天后这个头衔又嫌到大家觉得有些腐烂 每个人都是小天后 所以又多了一个叫做某某教主 然后这样子的头衔 就让这些玉女已经不只是那些苦苦 等待男生来爱的小女孩 她们其实对于自己的无论是音乐 她们的粉丝来讲都多了一份责任感 更有一份这个强势 义务要来带给她们这个不一样的音乐感受 这样的女歌手 1998年我们就直接来 1998年这位歌手其实 虽然说她是以这个怪怪美少女 怪怪玉女的形象 为大家所这个认知 但她一开始打的头衔就叫做平民天后 对 那时候已经不叫玉女 她叫天后了 她就是 徐怀玉Yuki 徐怀玉1998年出道 她一开始是一首单曲出道 飞起来 飞起来了 对 第一张专辑呢 延续了飞起来这个风格 主打歌 我个人到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 妙妙妙 这是应该是翻唱韩国歌对不对 对好像从徐怀玉开始 是不是翻唱韩国歌这件事情 变成了是一个新的台湾音乐的主流 的主流 而且好有 就是很丰富 很精彩 很有趣的一首歌 对 然后这张专辑 其实出了主打歌 喵喵喵 因为我们之前也提过 他这张第一张个人专辑 应该是整张专辑都很受欢迎 爱像一场重感冒 我是女生 你还记得吗 这歌到现在应该大家都还记得吧 是属于90年代晚期这个玉女偶像歌手 很重要的代表作品 几乎每一首都是重要的代表作品 没错 对 然后他后来又就是继续在这个向前冲里面唱了怪兽 然后也有书情歌像我不要 我不要 对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他在1999年的天使这张专辑里面的 也是韩国歌曲的那个翻唱歌曲叫做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ome come give a call 全世界现在阵列线热烈讨论着 还会有谁比你更适合我 一想到就快乐 call me call me come come give a call 就是习惯你的认真叫我好感动 这样下去别人会嫉妒我 快上来先求求 快上来先求求 就热恋的 call me call me come come give a call 你每一首都会唱好 好不错 你也算是Yuki粉的 就是因为很红啦 对 Yuki那时候红的程度真的是 大概已经把整个 如果无论是这个女性偶像的市场 或者我们说这个传统育女的这个市场 整个吃下来了 他也拍戏 然后也唱歌 然后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他到了2001年的时候 进行了一次小转型 嗯 他开始唱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成熟一点的歌 对 那专辑完美小姐 有人说 有人说 有人说个不听 有人说 有人说 有人伤了身体 有人说 有人说 有人毫不在意 但是很可惜 我觉得Yuki在完美小姐之后啊 就因为一些这个合约的纠纷 合约的问题 对 所以它是消失了 就是在大家的眼前消失了一段时间 直到这几年 才开始透过一些小型的演唱会 慢慢让大家又再记起来 曾经在90年代带给我们欢乐 那个很漂亮的 很有精神的 可爱的徐怀玉 1998年之后啊 老实说 我觉得这个女性歌手 已经慢慢不太吃这个玉女这一套了 所以我们要真的找到 能够接这个890年代的这种 这个很典型的玉女的这个歌手 其实还不常见 1999年 倒是这一位歌手 让我想到了这个传统玉女路线 还是有人在继承的啊 侯湘婷 正统型的玉女 侯湘婷 对 在1999年发行了 你爱我吗 这张专辑啊 侯湘婷也是这个歌唱比赛出来 他是这个MTV的新生卡位战 这个出来的歌手 我们曾经介绍过 他在1999年的出道曲 秋天别来 那是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 就是在这个少爷口中 是很完美的一首 质感又好的一首这个 这个玉女出道曲 他其实张专辑 另外一首歌曲 你爱我吗 我觉得也蛮好听的 也是走就是 典型的玉女路线 会唱的抒情歌曲 这首歌 歌词真的蛮有趣的 就是女生在跟那个男朋友养的猫 有年就是把自己跟猫拿去做对比的感觉 对 这个是很典型的 就是那个传统玉女路线的小女人路线了 然后加上秋天别来 又是一个比较伤感的 这个女孩子的心情 所以整个感觉 我觉得侯湘婷那个时候应该是蛮明显的 就是维京音乐想把它做成是一个 可以直接接梁永奇 甚至是接杨琳那样整个路线下来的 对对 典型的玉女路线 但是侯湘婷的这个歌唱声音还没有很长 我觉得可能有一方面也是因为 这个典型的这个玉女形象 在那个时候不是那么吃香 有点是走不太下去了 对 1999年有另外一个玉女出道 这个珍宝宜 等你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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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不妥协 将你轻易忘记了誓言 等你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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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不后悔 只是你从此相识 在地平线 无所谓 他一开始就不是以歌手出道的 所以有点像是转换跑道去唱歌 但是走的是玉女路线 对 他是走这个玉女路线 但是我觉得这个阿宝的歌唱声音也没有那么长 我觉得也是跟就是玉女路线这个事情 其实在整个90年代末期不断的在做调整 就我们刚刚讲的已经 大家不太在用玉女这个头衔了 90年代末期出现了一个新的这个称号叫做四小天后 对 大家还记得是哪四个吗 四小天后是蔡依林 孙燕姿 肖亚轩跟周慧 周慧 对 那以我们这个不断在强调的这个玉女歌手的这个policy 这个规则而言的话 这个蔡依林 孙燕姿 孙燕姿 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 这个周慧的确不是走这个路线 他不是走这个形象跟这个颜值路线 就是很会唱歌的新生代的女歌手 这个在后来到了这个2005年 香港媒体对于台湾的这些女歌手 提出了一个新的这个门派的称谓 叫做四大教主 他们叫教主了 分别是流行教主是蔡依林 电眼教主是张韶涵 甜蜜教主是王心灵 可爱教主是杨成林 好 虽然说我们现在 这个你去讨论九令蔡依林这个歌手 你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再用玉女去形容蔡依林 但是你看她一开始 这个被列明在这个四小天后之首 然后四大教主 她也是放在第一位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这个无论你从哪一个点去看 蔡依林在整个这个20年的这个华语乐坛中 她都有个非常特别的这个定位 无论如何有件事情是不能够抹灭的 她一开始出道的时候 的确是以玉女歌手的姿态 没有错 她第一张专辑其实那张专辑2019吧 其实就是走蛮玉女感的东西 里面还是有非常感伤的抒情歌 也有一些比较偏少女感的那些快歌 对 我还记得 我知道你很难过的抒情歌曲 还有后来就是我也蛮喜欢的一首抒情歌 叫做《什么样的爱你》 什么样的爱你才懂 什么样的我才能约你的梦 再也不会有人向往 然后我觉得蔡依林是很迅速的 在她的第一个玉女时期 就是她在那个环球唱片时期的玉女时期 结束了之后 她就陆陆续续的开始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转型的计划 她到了Sony就是看我72遍 对 然后后来她出了五娘 她那个形象又更不一样了 一直到现在到后来出了Pay 出了怪美的 那个其实就已经就是我们之前也曾经讲过 她已经不再是少女偶像 或者是玉女偶像的这个定义了 她完完全全已经是就是天后 没错 动感天后也好 然后社会议题发生的这个 为社会议题发生的天后也好 但地位已经完全不同了 对啊 我能够想象如果你现在还说蔡依林是个玉女歌手 她应该会大大翻个白眼给你看 对然后直接Pay 直接Pay在你脸上 但是我们如果回到 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四大教主的这个范畴 你们去看 他们提出来这四位歌手 蔡依林张韶涵 王心灵跟杨成林 你也必须说 这四个歌手其实一开始出道的时候 都绝对是以玉女歌手的身份 广为大家所接受的 例如张韶涵 她第一首出道曲是《遗失的美好》 我们曾经在姚文龙老师的那集介绍过 对那她一开始出来的形象 其实就是眼睛大大的 很会唱歌的 很漂亮的一个小女生 她后来唱了欧若拉 大家还记得吗 喜欢的语言 看过去找不思议的爱 爱是一条光 如此美妙 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 魔力被激光 超出的语言 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 是一样 就是带着那个玉女风格的 然后但是是有比较神秘感的一首歌曲 那更不要讲 王心灵 王心灵其实应该一直到现在 都还是维持她这个资深玉女的姿态 对王心灵 那个时候她既然是唱跳型的歌手 但是又有玉女的风格 所以就是有一种玉女唱跳的感觉了 对因为你同样讲唱跳歌手来讲 说像萧亚轩 我就比较不会把她定义在玉女歌手 因为她 她的整个形象中 并没有刻意要去强调可爱 对 或者是亲民这件事情 她一开始出来 就是要走一个很diva的路线 没有错 可是王心灵就不是 她一开始出来的时候 包括她那些比较可爱的招牌的 那些舞蹈动作 她选择的这些曲风 其实都是很明确的要延续一个 你可以说像是范小轩早期的那种 这个清纯玉女 可爱玉女的这个风格的东西 一直在这个王心灵身上都还看得到 所以王心灵的确算是这个本世纪 这个台湾玉女歌手的代表人物 绝对可以算上王心灵 然后另外一个灵 我们也不能够忽略 她的名字本身就跟那个曾经大红的这个 玉女掌门人杨灵一样 只差一个字 她叫杨成灵 杨成灵 杨成灵她也是从偶像团体出道的 Fall in Love 后来她 后来她自己单飞之后走的 第一首歌是暧昧 也是走的就是 真的就是玉女啊 我还记得暧昧这首歌实在是太好了 那应该是那一年这个偶像代表作品之一吧 然后后来理想情人 对不对 然后陆陆续续都有很多很好听的 然后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杨成灵的声音 其实我第一次听的时候 她其实直接让我想到的 其实就是80年代的杨灵 真的啊 对因为我觉得她们都是属于那种 一开口就让你觉得感受到浓浓的 玉女感的歌声 对然后两个人的声音 其实都是蛮有磁性的 当然我觉得杨成灵在歌唱这个事情上面 花了蛮多的功夫 就是没错 尤其是最近这几张专辑 比方说 年轮说 就是一首超高级 超高尧的一首歌 是清风帮她写的 你是婴儿哭啥 二是学游戏 三十青春无语 四十碰巧遇见你 了解这个你 沉迷这个你 时间阵停 再继续 再继续 时时寂寞夜里 百事怀乐意 前世挣扎梦醒 万事贴心离开你 经历这个你 活成这个你 其实这首歌曲 已经是 我觉得这个已经不能说 她是什么玉女歌手 或者是什么歌手 就是她本身是首非常有代表性的 层次感非常好的 质感非常好的一首流行歌曲 然后杨成灵唱的非常的好 这首歌曲后来也入围了金曲奖 对 对也入围了金曲奖 其实杨成灵陆陆续续有好几首我很喜欢的 就是你说她是可爱教主 但是她陆陆续唱了好几首 很抒情的歌曲 我很喜欢 像是诗意的金鱼 像是左边 这些我觉得她都是 歌声掌握得非常好的一个歌手 但她现在的形象 大家还记不记得 她这个前一段时间 还跟王心灵一起合唱了一首歌 有有有 女孩们加油 我知道我知道我记得 其实那首歌出来之后会稍微愣一下 因为觉得说两个人已经好像有一点过了那个阶段 但是 没错 感觉这个合作来的晚了一点 但某方面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好像一整个玉女时代的一个结束了 就是他们杨正琳跟王心灵应该算是台湾这个玉女歌手的最后的代表人物 就是他们的歌唱声音也很长 然后也很受欢迎 我觉得某方面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像是对台湾整个玉女时代的一个告别的一个合作这样子 我们在前面几集讲到很多少女团体单飞的歌手 后来出道了之后 也会以这个玉女歌手的形象继续这个发个人专辑 SHE的Hibby 他在单飞之后发的第一张专辑 大家还记得吗 然后主打歌《寂寞寂寞就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你真的不用爱我回忆里微笑 我就不相信我会翻到 忘不了来着不放掉 人本来就寂寞的 其实那个时候Hibby还是在走一个比较玉女歌手的路线 嗯 对 当然就是后来陆陆续续Hibby不断在转型 调整他自己歌唱的方向 他现在已经完全是在另外一个境界了 不只是他拿到了 而且他的歌曲想要传达的内容已经完全不只是所谓的玉女歌手讲的那些男欢女爱的东西 已经到了另外一个对于人生的一些领悟一些体悟的东西 再讲到了这些这个我们讲到的教主也好啊小天后也好 有一些是在2000年之后出道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的一些歌手 我觉得对老编来讲 他们也是有非常强的玉女形象的一些 嗯 这些人好像虽然他们活跃的时间并没有很长 但是呢在2000年初的时候确实这些人的出道也给我们 那当时可能因为那时候对于玉女的大家的期待其实又不太一样了 但是还是有一些蛮有风格的一些新人出来 比方说2001年黄湘怡大家还记得吗 嗯 记得记得 黄湘怡就是她自己好像本身也是会创作的歌手嘛 嗯 然后她一出来的时候 然后她是 我记得她不是来自台湾 她好像是来自于 新加坡 新加坡 对 然后她的形象一出来就是一个很清新的 然后有活力的漂亮的女生 没错 第一首被大家记得的歌应该是等 我说是为了真恨爱情的养分 所以你要同时爱上几个人 不但你的心能想换的 吻变了每个有可能的人 你走吧 我耐心的等等等了又等 你不能够抱着 对 等就是走得有点像民谣 流行 然后很很轻盈 很帅性的一个感觉的一首歌 对 她其实一开始出道的时候 她给我的感觉是有一点像是 玉女版的戴佩妮 玉女 有 有玉女版的戴佩妮 长相长得像是广木良子 但是音乐风格是玉女版的戴佩妮 没错 对 现在讲到广木良子也是一个资深玉女 没错没错 对 黄湘仪也是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在2001年除了黄湘仪之外 台湾自己也有一位歌手 出了一张老编个人蛮喜欢的一张专辑 我觉得是很典型的 新世代玉女风格的 很好听 我也非常喜欢 这个是在友善的狗发行的 是吴佩文的歌 叫手放开 在越南肯定这是爱情 手放开爱放掉 我再不要这样拥抱 不快乐不美好 爱还有什么味道 手放开爱放掉 既然爱错了就别再骄傲 该结束的越快越好 趁着眼泪还很伤 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好听的歌 但是很可惜 这张专辑跟吴佩文都没有音质大火 对 我还记得这张专辑的名词叫做 我的说明档 所以就是有点就是把那时候的网路 像是BBS这样子这种东西吗 这种东西吗 对对对对对对 好像是BBS这个东西 哇好久以前的东西 其实他 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 那个时候即使是以玉女歌手的这个包装出来 他还是很努力要跟现代 那时候当代人的生活要产生关联 所以他就去研究了年轻人的生活 然后寻找了年轻人 我的说明档有点像是 这个玉女歌手出道要跟大家自我介绍 我是个什么样的歌手 所以他唱了我的说明档 我的说明档这个歌本身也蛮好听的 就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手放开之后 他也是蛮好听的一首很轻快的 很舒服的可爱的一首歌曲 我觉得吴佩文真的好可惜 因为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手放开这首歌 那我觉得当时他加入的友善的狗 当时就是一些陈山尼啊黄霖 那时候他们帮他们做的歌 我觉得很可惜啦 只是后来吴佩文后来就转行去演戏 当乡土剧的演员了 对对对对对对 他现在名字叫做简佩恩 如果大家听对吴佩文这个名字 没有印象的话 你去打简佩恩就发现说 哦这就是曾经出过唱片的吴佩文 到了2002年 另外一位这个 这个绝对就是玉女歌手 就是虽然他那个时候给自己 就是张明公司给他的一个绰号 叫做什么雪白歌姬 就是既这个天后跟教主之外 又歌姬 但是其实某方面我觉得他就是 延续传统路线的玉女形象的代表人物之一 许慧欣 大家还记得吗 印象深刻 因为许慧欣除了他拿过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之外 他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代表作 爱情抗体 I'll believe in you 没有什么原因 爱情有时候是恶作剧 我要自己 带着孤单抗体 学习忘记 这首歌好好听哦 对 这首歌觉得很好听 然后许慧欣自己本身 因为他自己 音乐底子蛮好的 所以他后来也参演了一些音乐剧 但还记得雪狼狐吗 对 他跟张学 国语版的雪狼狐 对 国语版的雪狼狐 对 然后许慧欣也是这个 很典型的 漂亮 然后歌声也蛮有程度的 然后又选到了一些很不错的流行曲 所以在这个 虽然那时候 你不太在讲 玉女歌手这样子的形象 好像都叫自己雪白歌姬 但的确你从这个 我们这个一路讲下来的这个玉女脉络来讲 许慧欣的确也是这个新世纪 玉女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 那到了这几年 少爷自己对于台湾的这些歌手 你觉得哪些人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 玉女的范畴里面 这几年啊 这几年 其实玉女这个门路 大家都不会承认自己 想要是当玉女歌手了 感觉好像他会把玉女当作是一种 负面的标签 就是你不会唱歌 或者是说 没有个性才叫做 没有错 对 因为现在的 因为现在主流 像现在的主流 就是要有个性 要会唱歌 要会创作 你要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呢 所以现在不会有人想要承认自己是 现在的女性歌手 不会想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玉女歌手 但是我们还是有觉得几个人呢 好像归类起来 还是把他 会把他放到玉女歌手这个范畴的 比方说愿君郭彩杰 对 郭彩杰老实说 无论他承不承认自己是玉女歌手 他的出道形象包装 跟他的这个唱片生涯 很明显的 就是很典型的 玉女歌手的这个门派出来的 对啊 因为他的声音 声音本身就很明显的不是实力派嘛 是 然后音乐 他自己 我不确定他自己有没有创作 不过整个歌路 其实是走比较柔和 比较抒情的路线 好像少了那么一点点的个性 所以呢 还是会把它归类在 玉女歌手范畴 另外一个呢 其实就是走的是动感的 你知道我说的动是动哪里吧 动感的郭书瑶 他一动起来就是不让你睡了 你确定我们可以在节目里讲的状态 就是这么爱的东西 好了 我们记得80年代有一个金瑞瑶 就是瑶瑶 但是到了这个 这个新世纪 有另外一个瑶瑶 爱得抱抱的郭书瑶 爱爱爱爱爱 哦爱的抱抱 爱爱爱爱 若欢乐烦恼 爱爱爱爱 哦爱的抱抱 爱爱爱爱 跟着我的心跳 这首歌 我觉得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流行 其实老实说这首歌在红的时候 我是没有什么印象的 只是后来跟朋友他们去唱KTV 天哪 我觉得原来这就是爱的抱抱 虽然当下第一次听 可是我觉得那个渲染力真的是很强 对没错 渲染力很强的一首歌 然后其实爱的抱抱这首歌 我觉得也就是一些 如果我们再回去 你回到很久很久以前80年代 另外一个瑶瑶金瑞瑶唱的 飞向你飞向我 其实他们要渲染的东西 是同样的一件事情 是一个很直接的 对于情感上的表达 对 飞向你飞向我 然后现在来直接给你来一个爱的抱抱 每个人被郭书瑶抱 应该都很开心 然后在新世纪也有少女团体单飞的 后来也走孕女路线的 李玉芬大家还记得吗 之前有一首她很有名的歌叫做 是我不够好 所以她不愿承认 承认我对她的好 承认我到底有多重要 也许我不正好 这首歌是吴克群写的对不对 对 这首歌在发行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听过 也是跟朋友这场KTV 哦果然是吴克群的风格 那这首歌真的 我觉得也真的是蛮好听了 然后就是把小徐若瑄 李玉芬那种 对对对 带着有点 七情 然后一种 对 就是我们常说就是这个 孕女歌手一直有一派就是那种 控诉的苦情路线 那这一派的路线 加上那个李玉芬 她的一出道的时候 她的出号就是小徐若瑄 这是注定了她势必要承接 这一派这个孕女掌门的任务 我觉得是我不够好 有把她这个适合李玉芬的 这个孕女歌手的形象的东西 给带出来 这是一种蛮好听的一首 这个流行歌曲 然后还有一位歌手 她也是这个音乐比赛出来的 但还记得关施敏吗 关施敏 这个也是就是 她就是走比较有才华一点的 孕女歌手了 对对对 然后她的这个出道作品 还是这个跟那个陶哲合作的 对 好啦我们陆陆续续的讲到了这个 从70年代最晚期 80年代初期的 银霞江陵沈宴 一直到现在 天哪我们都已经讲到了 李玉芬跟郭书瑶了 这个很长的这个 我觉得真的算是 渊源流长的这一派 真的 玉女风格 我想问 我想问老边 如果我们这四集里面 介绍这么多的玉女歌手 你觉得对你来说 影响最大 或者是你个人自己最喜欢的 三位好了 你会选谁 我想 这个就是很随性选 你可能选自己最喜欢 或者是你觉得 对于整个华语乐坛来说 影响最大的 我一定会选杨玲跟林慧平 曾经一切不在意 的阳光和小雨 为什么不能再继续美丽 阳光和小雨 都再也不熟悉 只是一张张飘落的距离 这两个我一定会 立刻就会跳出来 因为除了是他们两位的歌唱生涯 跟他们的影响力 跟他们在走红的时候 是很难去想象的 那个巨大的销售量之外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形象 某方面也影响了整个 整个女性歌手 到在这个唱片的商业市场里面出头 你所要具备的一些条件 就是你要具备某一种形象 某一种人格特质 然后你的声音 你不见得要唱得多么的高 多么的低 但是你要有吸引人的点 我觉得杨玲跟林慧平 都有具备这个东西 你要再叫我选第三个的话 我应该会选梁永齐 因为我觉得 其实到了这个90年代的这个后半期 我觉得老实说我觉得玉女歌手这件事情 已经就是有一点吃不开了 但是我觉得在梁永齐身上 看到了很多创新的变化 就是除了他的形象之外 我觉得他唱片公司 也一直很努力的帮Gigi 找一些很适合他唱的歌曲 无论是比较清新的歌曲 还是一些非常有质感的抒情歌曲 我觉得梁永齐都掌握的蛮好的 而且他自己本身也有演戏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其实玉女歌手已经不流行只唱歌了 一定要搭配一些戏剧的表现 我觉得Gigi是一个很棒的代表人物 那你来 那你自己来 如果你选三位 我一定会选跟你不一样的 好不好 来吧 第一个我会选的是月亮马翠如 从来没有想过爱上你 所以忘记了离开 从来没有使过离开 所以忘记了保护我自己 从来没有想过 这其实是很个人的选择 一方面是因为 星星月亮太阳 或者是他个人的单配作品 其实都是引领我 走进大量听歌的一个重要契机 再来是他其实个人的形象 还有个人的声音 那种很温暖 很温婉的感觉 其实也是很符合 我对于玉女的一个想象 他的第一张专辑 什么样的呀 你才会懂 我真的把它听烂了 然后我觉得 第二个人我可能会选的是范小轩 哦 眼泪 眼泪都是我的体会 成长的滋味 哦 眼泪 染住眼泪不让你看见 哦 我才改变 孤单的感觉 你从不曾发现 我小中还有爱 啊 跟我想了一样 我觉得你会选 因为我觉得范小轩 他让我看到了一个 纯玉女歌手 到后面走创作 跟后来走另类路线的 一整个 我看到一个歌手成长的 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立场 对 我觉得范小轩真的是 真的是完全没有说 他其实是百分之百 他有一切可以一直成为 玉女歌手的一切的条件 他全部都具备 但是他就是 他的野心绝对不止于此 他无论是在演唱 还是在创作上面 他都很努力在突破一个限制 创造新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对于这个范小轩 对 整个唱片成就 要给他一个很大的赞 那第三位 第三个我选 我选一个最正统派的好了 那我选周慧敏 不愿回的故事 不做自弹 沉默就是我 也是心动的情感 有些不安 又怕失败 尽情情却是我 对你最正统派的地方 我觉得你什么 周慧敏就是什么 你就不用讲 你就把周慧敏这个照片亮出来 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玉女 对对对 假设今天我们要跟一个老外 或者是更年轻的小朋友解释 什么叫做玉女歌手 就什么都不用讲 歌也不用听了 直接把周慧敏的照片拿出来 就摆在他们 任何一张 任何一张专辑封面都OK I got it 这种感觉 对 没错 没错 这真的是没错 就是讲到玉女歌手 我们刚刚讲到的这六个人 大概某个程度上 就把整个属于这四十年 这个玉女门派这件事情 整个讲完整 代表人物 没错 我们真的讲了四集的玉女心经 我觉得我们真的也是功德一见 真的 念了四集的玉女心经 不晓得超度了多少 曾经的少男门的亡魂 我相信 我们的听众里面 我们介绍这么多 一定有你小时候很崇拜的 很爱慕过的女歌手 一定在里面 无论你现在承不承认 或者是如果没有哪些玉女 我们辣了没介绍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对 我们也许有一天会把这些遗珠的玉女 再来凑一集 再来介绍给大家 好了 谢谢大家 陪着我们 度过了这么漫长的四十年的 这个玉女之路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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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言 追踪 分享 跟按赞 我们每一集介绍到的歌曲 都会做成YouTube的歌单 歌单的连结会放在每一集的资讯栏里面 当然我们更推荐去各大串流平台 如KKBOX Spotify Apple Music 付费收听 并且享有更好的聆听品质哦 感谢观看